南昌街頭的 對 我現在說怎麼會這樣 你喜歡南台路 南昌路南台路 南昌街頭 以前公會叫的那個 現在要做一個 現在台灣博物館 在館 以前是中路叫 對,中路叫 不是公會叫是中路叫 要怎麼進行 這樣不可能 去到處去 對啊,它就開門的啊 牠如果從新店往外出 牠是在左邊叫 我們大概知道哪 那你走到哪一站 那我現在不走 中...要哪一站 中...要哪一站 我們在這裡 這位在藝人郎 我再說一下好了 以前的張腦局其實最多就是在南昌路上 現在有一棟很著名叫小白宮 然後有一個紅樓 其實就在那個警察局的正對面 在南昌路一號 它現在已經是開放了 裡面也有很多的課程可以去學 那最重要是當年全台灣最重要的 所有的張腦不管是腦油腦砂 都是運到那個地方 到南昌的這個工廠再製精製 因為我們一般就是從山裡面 就像剛剛祈禱所說的 就是給油給肉 然後就挑到那個 或者挑或者運送 就送到那個南昌的這個工廠 那是台灣唯一一個最重要的 都送到那邊去精製之後 然後外銷就是那個地方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參觀一下 因為那個地方現在整理的非常的好 然後小白宮也可以去看一下 當時的我們的鴉片 其實就放在小白宮 那有一些洞 或者有一些設施 去了解一下 其實對台灣的一些產業 或者對台灣的 曾經有的鴉片歷史 也可以有一些了解這樣子 那最重要的是 它真的是跟台灣的張腦有非常大的關係 因為早年來講 張腦油的外銷 其實是占台灣非常大的外匯比例 那時候的外匯 日據時代的外匯 然後後來呢 因為被這個德國呢 開始做化學藥品 化學品 就取代掉了張腦 不然以前我們的生活裡面 大概十一住行都脫離不了它 因為很多東西都是由張腦來製作的 也會用蠻多的 用廚很大的 做輪 然後做彈藥 都是用蠻長腦的 包括我前面有找一個 其實就是現在管那個 南昌工廠的那個大學教授 那個教授 他來到我們文史館 他就說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寶 就是我們的紅蟹 不是紅蟹 紅蟹 紅蟹 對 紅蟹裡面喔 有一些就是用到 張腦去做的曬露露 對曬露露 那曬露露是什麼 以前那個鴨瓶有沒有 影片的那個就是 最兇那個底片 很怕被火燒 因為它溫度太高了 它就燒起來 其實就是因為它是用張腦去製作的 我們有這樣的東西 他一看就覺得 哇 你們怎麼會有 你知道嗎